著名的宋代蘇氏三人出生於梅州 而其中蘇東坡除了是著名詞人外 也是美食大家 梅州東坡酒樓 將千年前的蘇氏名菜 完整呈現給每個客人 而熟能詳的東坡肉 又稱為滾肉、紅燒肉 在東坡酒樓大廚的精緻調理下 菜品薄皮嫩肉 色澤洪亮 胃醇之濃 酥爛而形不碎 香糯而不膩口 另外東坡肘子也为人所津津乐道 肥嫩的肘子吃起来香滑可口 讲究色香味俱全的肘子 搭配二锅头 特别美味 如此精细又美味的料理 让中共十大元帅之一的叶健英 也赞赏不已